虽然距离2021年1月21日,新任总统上任的日子不远,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未有放弃,为大选结果翻盘机会,其就大选结果提出的诉讼,已去到美国最高法院,且战情正趋白热化。 据说,全美国17个州群起响应德州,向最高法院提高四大摇摆州选举为宪。看来,未来一个多月,美国的政局酝酿巨变,一旦成功,还好看过气。 事实上,特朗普虽然即将要交出总统权力,但他未有如以往美国政府换届前作准备,反而把握机会做他认为要做的事,尤其是针对中国。 近期特朗普频频针对中国颁布角色制裁令。据美国前财政部制裁事务顾问统计,特朗普任内采取超过3900项制裁措施,已破进美国政坛纪录,平均每天签发近三项。 对象包括国家、企业、私人、甚至船隻,这魔认真的一场斗争。若然特朗普真是翻盘成功。 金融市场至少有三大反应。股民要有心理准备。第一,美国民主制度受挑战。正经动荡或会维持一段时间。 即使疫苗面势令疫情逐渐受控。但难阻美元加速贬值。引发全球金、股,会使大幅震荡。 第二,特朗普如此波折地连任。若其再次获得权力。相信定必会对曾阻挡其连任的力量有仇报仇。 中美关系紧张将在短时间内全面升级。科技加快脱勾。甚而向中国商品加征更多关税。 加大制裁中企,并有机会直南海及香港问题挑起战火。以打击中国经济复苏势头。令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急升。 事故,明年的经济前景尚未可了。而黄金等避险资产。经本轮调整过后,或再有一番利好行情。 第三,中美金融战将会升级。特朗普政府将加快采取行动。向热忠于投资中国金融市场。的美国投资银行界开刀。 逼投行界归队,致使中国金融市场当灾。而以中国资产为主的港股亦会备受估压。 当然,心果具,不者认为这一刻为止。特朗普要想翻盘仍然是极不容易。 指示,述数上,今个月土星与木星连城一线。 且是1226年相距最近的一次。有说地球必有灾祸。 会不会就是指美国政坛巨变,炒股属偏财。 股民不多不少都信邪。反正已挨年近晚。 今年以来股市投资回报亦不差。 近期交投专政。反映在政治史和天文二账当前。 不少资金都选择提早收劳离场。 等过了明年1月中称美国政局明朗化。再谋入市策略。